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卡安 歡迎收看旭哥手遊攻略 那是巔峰級數 大家知道這遊戲有隱藏版的BUG嗎 這個有最快速的隱藏版捷徑 這個密道就很像我們玩賽車遊戲 瑪利歐啊什麼瑪利歐賽車那種 都有隱藏版的密道或是BUG存在 那這個最快速的BUG可以讓你就是輕鬆的 充分啊充排名 可以快速的贏 好那這個攻略詳細分享怎麼樣進入這個隱藏版的BUG 隱藏版的密道 這個捷徑啊 好還有這遊戲最多的禮包碼 還有隱藏版的需要iOS的兌換總整理都會分享給大家 好還沒訂閱頻道呢記得訂閱頻道隨時觀看旭哥手遊攻略 頻道各種最新的手遊攻略 還有禮包碼禮品碼兌換碼遊戲的虛寶區號獨家最新 好那旭哥來分享這個獨家今天的大發現啊 這個超神的隱藏版密技就是這個賽場的阿爾卑斯風鼓啊 其實應該有好幾個賽道都會有這個隱藏版的路線 有這個超捷徑啊小路可以超 那比如說我們玩瑪利歐賽車啊或是玩很多 就是賽車遊戲他通常都會有做那種隱藏版的路線 那超那種路線的話通常就是捷徑會快蠻多的 有時候就是差那一兩秒就可以獲勝了 你看有時候差0.0幾真的很不爽 那我們假如超捷徑的話可以更順利的就是 達到好成績嘛 因為以前旭哥很愛玩瑪利歐賽車啊 瑪利歐賽車他就是會有那種隱藏版的小路 然後秘境現在最新版好像有之前有玩過Switch的也是有那個隱藏版的小路 那有時候就是去找嘛 那旭哥獨家大發現因為目前沒有看到有人在做這個隱藏版路線 那旭哥覺得這蠻重要的 尤其這算是一個也是蠻有趣的 算是比較趣味性的 因為與其在那邊 比誰課金課的比較多 那我們不如找一些遊戲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在這個 好那這個阿爾卑斯 這個風景還蠻漂亮的 因為虛哥玩手遊基本上是不課金的 所以你說要向人家花個幾十萬在那邊抽 那可能真的做不出這種影片啦 好那有時候錄的時候可能 因為在那個邊講話然後邊錄 所以可能有時候會卡一下大家就是 因為有時候因為邊開這個錄影程式在錄 這次不會開很快就是最主要是要讓大家可以找到那個地方所以這次不會開太快 來這邊就是會有大家注意一下快到了喔這邊會有一個小路可以可以到 這是在前面這邊 去過這邊開慢一點 小路快到了 有這邊有看到黃色這個有沒有這邊闖進來就是小路了 你不要跟著那個輔助線走你直接 抄這個捷徑這裡快很多 因為他是直接直線進來的 那你假如是走外面的輔助線的話你會多繞蠻長一段的 所以虛哥覺得要蠻推那個秘境的 那現在就可以輕鬆完了 剛才是為了要找小路所以開慢一點 這邊就不用 這台車其實也蠻慢的啦 印象中還有幾個地圖有小路之後虛哥也會做這方面的攻略 就是去找這個小路的攻略 好那這邊就是 快速的玩了 這個是唯一台今天虛哥才做了這個白車的攻略 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最神的白車有四台呀 有什麼讓6%也贏爆你那個 攻略 現在就可以開得比較順了不用再找路了 剛剛是因為要找路所以就慢慢開 而且這台車還真的蠻慢的說說慢慢開他也是真的蠻慢的 就是他的速度真的 很慢 撞一下前面的車 磕磕 真的蠻慢的 應該差不多了 欸 竟然還要讓我延長 我是不太想延長的 想要趕快講完啦 差不多了 所以我們有看到那個小路嘛 在一開始的停車場那邊我們從那個黃色的 直接切進去 黃色的那邊算是交通符號吧 那邊切進去就可以 好啦 開這台比較慢的比較好找 這台真的不是普通的慢 因為極限組的車都好快啊 這台好慢 果然白車的極限的速度還是有差 不過反正我們拼命玩家嘛 能加減用 還順便可以領獎勵 大家假如有空的話可以來玩這個耐力賽 贏到蠻多獎勵的 像是可以拿到很多的零件啊底盤這些東西 然後有等級獎勵啊其實有鑽石什麼可以拿的 這邊有鑽石 其實不錯喔 然後耐力賽的這些東西也可以拿來換東西 還有貢獻印章啊這些的可以拿來換 每天可以玩市場 大致上是這樣 所以在這個阿爾卑斯風谷這個賽道的話呢 旭哥有分享嗎 這個就是有隱藏版的路線 大家可以就是去挑戰一下 那這個路線比那個他給你的 還快很多啊 旭哥有超過幾次從那邊就可以一次從後面直接追到第一名了 直接衝到第一名那個 捷徑算蠻好用的 好所以這個隱藏版的小道 秘境分享給大家了 最多組的禮包碼還有隱藏版的序號總整理 那我們首先點畫面右上角的齒輪 齒輪點進來之後呢我們點畫面右下角的禮包兌換碼 這邊就可以輸入禮包碼了 好我們就輸入這個 MASTER然後777 接下來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 接下來我們輸入這個 AHINS 接下來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那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接下來我們輸入這個 RACING666 接下來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輸入這個 WIN WIN888 接下來立即兌換 一樣顯示兌換成功我們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接下來輸入這個 GOGORACING 接下來立即兌換 一樣顯示兌換成功 那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輸入RACING888 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到信件去領取 接下來我們輸入這個 NEAL888 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輸入這個 RKUI666 接下來立即兌換 一樣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接下來輸入這個 LETSGO168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好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輸入這個 DIVER666 按立即兌換 一樣兌換成功 TAM RACE666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 那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好那接下來 RA CING 然後777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 那我們到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接下來 POST 然後00 POST 00 接下來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 GG 1019 GG1019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NL888 然後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再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XIAOMA888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好那接下來輸入這個 FAYE1019 FAYE1019 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 然後到信箱去領取獎勵 獎勵會發到信箱去這樣 好那接下來輸入下一組 GUI GUI888 接下來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那接下來還有這個 那接下來還有這個 BEBE888 BEBE888 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我們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KINGO 然後 1019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 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就OK了 10000RACRS 它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那IOS玩家記得 等一下看完後面還有講這個IOS要什麼兌換 VIP 然後777 VIP777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它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接下來我們輸入這個 VIP888 接下來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那到信件領取獎勵就可以了 那我們接下來輸入 GODTONE888 接下來立即兌換 就顯示兌換成功了那一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 那我們接下來輸入這個 TSUKI666 TSUKI666 按立即兌換 顯示兌換成功了那到信件去領取獎勵就OK了 所以這邊 共有 將近20組的需號 那等一下還會講這個 IOS的禮包要怎麼樣對話 還有隱藏版需要拿法 所以這邊大家看一下 禮包碼這麼多 你看 這張序格之前領得差不多20組的隱藏版的需號 那這邊全部領起來了 就可以領到非常多的鑽石資源都在這邊 前面也領了一堆鑽石 iOS隱藏版的序號還有這個預約獎勵的隱藏版序號都會在後面分享給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細看完這個所有的攻略 還有這個 像是綁定帳號的隱藏版序號 也都會在這邊分享 好那有很多iOS玩家說不能兌換禮包嘛 那這邊呢 直接幫大家就是 攻略啦 首先我們到官方的FB粉專 在昨天的下午3點33分的時候呢 官方的FB粉專就有提供 如何查詢預約的虛保序號 預約的虛保序號就是我們隱藏版的序號 我們點進去這個官方網站 這個www.racingmastr.game 斜線TW這邊就有這個 預約的獎勵 那這邊就可以查詢到虛保的序號 所以每個玩家只要有預約都可以再拿到隱藏版的序號 順便拿隱藏版序號在這邊 接下來如何兌換虛保的序號呢 iOS玩家的話呢 在這邊 這個連結 一樣是這個官網的連結然後後面再加上 GIFT GRAB這樣子 連結在這邊你也可以就是在這個網頁看到直接輸入或是說你到官方的FB粉專點進去也可以 連結都在這邊 有兩個連結一個是官方網站連結那一個是官方的虛保碼的兌換連結